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一些外围的因素 最主要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怎样做决定 我们怎样下定决心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仰望耶稣 我们倚靠主经历人生各样的高高低低 起起跌跌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回到一些 最基础的属灵的原则 想和大家透过一篇讲道 去了解一下 所以讲道可能时间都会比较长 希望大家耐心来听 听完为止也可以给一些反应 这篇讲道的题目 就是说你住在哪里 原来我们住在哪里 就很影响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如果我们住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社区 我们人都会比较复杂些 或者容易学坏 如果我们住在一些比较简单的社区 成长可能会简单些 会开心些 所以如果做父母的 都会选择一些社区比较好的 或者校网比较好的 那小弟哥读书都可以进到好的学校 这个很自然就是这样想 信仰生命当中 我们很少会想到 到底我们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很多污垃圾的地方 或是住在基督里 圣经这样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族的人 旧事已过都会变成新的了 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变不到新族的人呢 因为没有住在基督里 以下来的信息 就是说这个话题 就是到底我们今天住在哪里 当你想到我们住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生都会很不同的 好了 大家留心听到 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的信息 会是怎样 给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经历 有没有分别 有区别吗 很有分别的 很大区别 我们来到住的地方 都要看一个区 我们要住什么地方 要看看那个区 有些区是比较杂的 有些区呢 区是比较复杂的 那里面可能治安不是不好的 结果里面可能治安不太好 但如果有些区治安比较好一些 但有些区的治安是比较好的 跟治安不好的区有没有分别 跟治安没有那么好的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你会选住在好的区 还是住在比较差的区 你的老板住得是比较好的区 还是没有那么好的区呢 如果你是家长 你会选住在好的校网 还是比较差的校网区 假如你是家长的话 你会挑选那个是有比较好的校网 还是没有那么好的校网区呢 我就用上次Tony所说的内容 这里说如果一个人住在主里面 这里说如果一个人住在主里面 有什么区别呢 你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 凡遵守主道的 你跟我说 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 就得以完全了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了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如果说 住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 我们又找到这些蛛丝马迹 我们看到这些蛛丝马迹 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就是跟着耶稣做的事跟着他去做 就是跟着耶稣去做 这样就叫住在主里面 原来这样就是说住在里面 另外有经文又说 还有经文说 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如果将从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 就是住在主里面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也都必定是住在主里面 也必定是住在主里面 那这样的话 也都必定是住在父里面 那也必住在父里面 还有经文说 从主所领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们心里面 从主所领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们心里 这个你要按这个恩膏的教训 来住在主里面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样东西我们看到 就是要跟耶稣去走 这样就是我们要跟耶稣所说的去行 同时按着恩膏的教训 一会我再解释 待会再解释 好了我们再来看 约翰一书 就说得比较详细一点 就是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就是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那有什么效果呢 那有什么效果呢 就可以坦然无据 就可以坦然无据 什么叫坦然无据 什么叫坦然无据呢 就是不用怕了 就是不用怕了 如果今天有个警察在路边望见你 就是今天有个警察看见你 在路边望见你 在路边朝着你 你看看你鬼鬼祟祟祟的 眼神又不敢望他 你也不敢 一看到警察头哒哒 一看到就低下头来 一看到就好像要藏着什么东西 你觉得有什么效果呢 你觉得有什么效果呢 有什么效果呢 有什么效果呢 趴在墙 手伸 要把你收拾 拿身份证例 我知道美国是不是差不多了 他们都是这样 坦然无据 如果你看到警察没有东西 大大风风地走 假如坦然无据 看到警察的话 你觉得坦然无据 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了 那按说就应该没事了 那些做了坏事的人 都是闪闪缩缩缩的 在美国入境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在美国入境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你只是过入境的关的时候 你只是过入境的关的时候 在美国入境的关的时候 在美国入境的关 你闪闪缩缩缩 好像很害怕 你闪闪缩缩的 有点怕的那样子 很有趣 那接着你去哪里 那你叫我要去哪里 入房吧 让你进房间去 入房里面 我试过一次也是这样 我也试过一次这样子 其实我没样子 我眼神都很好 他见我好像 有点古怪 那看见你有一点古怪的 进房间去 就是说 如果我们坦然无据 就是说 假如我们坦然无据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 要被窄备的地方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辞责的地方 你在主里面 就会这样 那你在主里面就这样 另外住在主里面 又不犯罪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很多人觉得基督徒 整天都犯罪 很多人觉得基督徒 都很常犯罪 我在YouTube里面 都跟大家分享过 在YouTube里面 是跟大家常说的 其实在主里面 你就不会 好像平时 那么软弱的 你就不会像 平常那样子 那么软弱的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犯罪 接着就是遵守神的命令 接着就是遵守神的命令 什么叫遵守神的命令 就是你跟神经常有沟通 就是你跟神经常有沟通 就是住在主里面 你看到三章第六节 你看到三章第六节 就是说是没有人 如果在主里面的话 就是没有人要不住在主里面的话 是会keep on sinning 可以就是继续犯罪的 继续这样做的 就是说一个人在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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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都会有间中软弱的 他偶然也会有那个软弱的 但不会keep继续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是他不会继续继续这样做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继续说约翰一书 就是说约翰一书 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里面 我们的心 爱神的心就能够完全 我们爱神的心就要完全 就是跟我们耶稣基督有一种 关系上的结怜 就是跟我们耶稣基督有一种关系的结怜 有些人信耶稣 只有头脑知识 有些人信耶稣 只有头脑的知识 就是教科书的知识 好像圣经不是看的 有些人就直接不看圣经 有些人确实不看圣经 如果你不看圣经 假如你不看圣经 就随意这样子看一下 就靠你回来教会 听道的时候再看一下 就靠着你回来教会的时候 随便看一下 那肯定不足够 就是你平时不吃饭的 就像平常不吃饭 就像平常不吃饭 牧师也不吃饭 就是你平时不吃东西的 就平常不吃东西的 你只是星期天才吃一餐的 你每个星期天才吃一顿 每个星期吃一餐的 你觉得你够不够 你觉得你够不够呢 是吗 肯定有问题 如果你属灵里面 我们平时都不看圣经 就只是星期天 回来听道才看的 那肯定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 那肯定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我觉得信耶稣的人 就是要下定决心 好好地去寻求 那撒旦有一个诡计 就是叫你信耶稣都好 你也不会去寻求的 你也不会去寻求的 所以这是一个仇敌的诡计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住在主里面才行 就是别无选择 你是一定要住在主里面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是抵受不了这个世界的冲击 同意吗 同意吗 同意的地方先 同意的请点头 然后我们看看怎么住在主里面 同不同意 你同意吗 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呢 好了 另外呢 约翰福音也会这么说 另外约翰福音也这样说 不如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先读 我们不读英文 只读中文 好吗 我们只是读中文 好吗 好 预备来了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知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那圣经说什么呢 那圣经说什么呢 我贴了一张葡萄树的图 好 看看这个葡萄树 看出来了 葡萄树 葡萄树是很粗很大枝的 那葡萄树是很粗的 很大枝 那结果子的葡萄树就很有的 那结果子的葡萄树呢 这样子 这里耶稣举了一个比喻 这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这比喻是说什么呢 就是葡萄树那一寸的菩萄树 是一定要黏住主干的树枝 他一定要黏住就联系着树枝 否则就不能够出葡萄树 不然就接不出葡萄树来了 这个是所谓阿妈是女人的问题 这个是有妈才有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知道 谁都知道 就是你的车不进油 不懂得走的 你的车不输入电油 是不是都是阿妈是女人的问题 就是好像是个人都会知道的东西 好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耶稣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比喻 所以耶稣就用大家都知道的比喻 就是说你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的里面 枝子不是常在葡萄树上 枝子不是常在葡萄树上 就不能结果子 就是说葡萄树和树枝 耶稣就是葡萄树 我们就是树枝 我们就是树枝 Amen 我们暂时都是停在这个 所谓的头脑知识 我们暂时只是停留在那个头脑知识 那又怎样呢 那怎样呢 那怎样做呢 都是要回到来 都要回到 你住在哪里 你现在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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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行当然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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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哪里 住在哪里 酒店 你去旅行你会不会住在医院 那你去旅行你会住在医院吗 哇 就是有些人说大家来事啊 去旅行住在医院 大肌大肌大肌 谁要愿意住医院 就是入医院都不便宜的 进医院也不便宜 那你的医院贵点还是酒店贵点 你说医院贵点还是酒店贵点 那当然医院贵点 不用问 那医院要贵点 但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是住在酒店的 但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是去酒店里头了 或者医院又遇到什么事情 意外 疾病 那你要住在医院了 或是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有疾病了 你就住在医院里头了 其实最好是什么呢 其实最好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旅行的地方 假如你去旅行的地方 有朋友在那里 有朋友在那里 等等 那你会住在哪里 那你该住在哪里 那些朋友在家里 在朋友家里 那你去住朋友家里 那行不行 那你住朋友的家里 行不行 可以的 可以的吧 那你当然要跟朋友联络 我可不可以住在你家里 住三天 你当然要跟你的朋友联系 说我能不能住上山天 会不会这样做 会不会 你会不会真的去问一下 你去旅行的地方 有没有朋友可以住 你真的问一下 你在旅行的地方 有没有朋友 会的 你都要了解一下 不要搞人了 我也是住酒店算了 那不许打扰人 还是不要住太多 我想问大家 谁想不要打扰人 我住酒店算了 谁说不要打扰人 他还是住在酒店算了 谁说不是 我先找多朋友 看看那个是什么朋友 如果你是很熟的朋友 有没有人这样 都找一下 有没有朋友 假如是熟的朋友 都有人这样说 我都觉得不要搞人了,住酒店啦 但如果真的有很熟的朋友 当时真的有很熟的朋友 到他家里住完之后 跟着你走了 那个朋友就来跟你说 等一会儿 让我给你一张账单 什么意思呢 你住了三天 我算你150块 你吃了三餐 三天吃了三餐 三天三顿就是酒餐 每餐收你三十元都很便宜 就是三九二百七元 三九二百七元 加上头头尾尾的电费 钱钱后加起来 收你一千元 就收你一千块吧 会不会这样 以后我不跟你做朋友 就说我以后不跟你交朋友了 你住在哪儿很重要的 那你住在哪儿是很重要的 你住在哪儿 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 你住在哪儿 就影响你是不是做到新造的人 那你住在哪儿 就影响你成为什么的人 好的朋友 不会跟你计较的 好的朋友不会跟你计较 如果有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 一个小龙哥十八岁生日 这小朋友他十八岁生日 生日的时候父母送生日礼物 生日的时候父母送他生日礼物 父母送他生日礼物 每年的污租多少 然后每年你吃了多少钱 每年吃了多少钱 那乘十八 那你先找一条数 你先付了吧 那这条数都挺厉害的 都挺大一笔 或者有朋友来我家里住 也许有朋友来你家里住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我们会这样做吗 你知道经常有人在我家里住的 香港有些朋友来 香港有朋友来 刚刚Ringo一家又来 Ringo他们一家又来了 哎呀我忘了给他们发票了 这个账单 虚了 不会的 你要住在哪儿 就决定你是什么人 如果有朋友来住我家 假如有朋友住在我的家 他就是我的贵宾 他住我家里的时候 我尽量用最好的来帮助他 他住在我家里的时候 我尽量用最好的帮助他 我最好的去款待他 是吗 所以圣经里面说 你住在耶稣基督那里 你住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但首先你一定要住在耶稣基督那里 但首先你必须要住在耶稣基督里 那问题就来了 那问题就来了 住在耶稣基督那里 那住在耶稣基督里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去你家里住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去你家里住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都说如果我去Sandy家里住 那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假如我去Sandy家里住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我吃你的 就是我认识你的 我吃你的 我住你的 我用你的 我用你的 我什么都在他那里用他的 他都在用你的了 是不是的 就是如果我说Sandy家里住 是不是 我们住在Sandy家里 那我真的什么都用你的了 那我什么都用你的了 吃你的住你的厕所都用你的了 吃你的 用你的 上厕所都用你的了 是不是 你也不会跟我计的 你也不会给我的 你也不会给我的 你也不会把账单给我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呢 那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呢 就是同样道理 就是同样的道理 你吃它的住它的用它的 你知道住它的用它的 是吗 是吗 但是 上次不是有香港的姐妹来我家里住的 上次不是有香港的姐妹来我住的吗 大概是两年前 那我发觉呢 他临走之前 我发现他临走之前 我家屋子齐整了很多 我的屋子齐整了很多 因为他顶我不信 哎呀 因为他收了 他帮我收拾房子 他帮我收拾房子 那厨房摆得多整齐啊 哇 把厨房弄得很整齐的 如果你来过我家旧屋 我家屋子也不会太乱七八糟的 我家屋子也不会太乱七八糟的 那如果对一个很整齐的人来说呢 但对一个很整齐的人来说 他打开那些櫃啊 那些这样呢 他打开那些厨櫃啊 他都觉得这些东西是乱放的 这些东西是乱丢的 一天早上起床 我看到他帮我不停收拾东西 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看见他就是认识给我收拾东西 我没有叫他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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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你在这里吃我住 我说你快去帮我收拾房子 我没说你在我吃我住的 你赶快帮我收拾房子 我当然不会这么说了 客人来的嘛 客人来的嘛 我怎么会叫客人帮我收拾房子 我怎么会让他来收拾房子 他不是我的工人 他又不是我的工人 但当他主动帮我收拾的时候 但是他主动帮我收拾的时候 我会很感激他 我会很感激他的 不过我现在搬了屋 我现在搬家了 我还没有搬家的时候 他收拾过的东西我都不敢去 我还没有搬家的时候 他收拾过的东西我都不敢去 我怕我要去收拾一下就摆乱了 不能归回我原来的 我都想他再来多次我现在这间屋 我都怕他能带你所有屋子 他要帮我搞定他 你住在主里面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当然我不会让大家做这样做那样 但当你投入在这里的时候 但是当你投入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见到很多东西的 你会见到很多东西的 哇 这些东西我帮他做 那些东西我帮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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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东西我做得不够好 我就下水了 也一起来帮他们 你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我们慢慢明白生命的改变 所以你说的是要投入这种生活状况 当你投入这种生活状况的时候 当你投入这种生活状况的时候 你慢慢就会成长 你慢慢就会成长 我记得我最初信耶稣回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最初那回教会信耶稣的时候 都是很青少年的阶段 也是青少年这段 当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但是在教会长大的里面 我都觉得我都好像是一个被人喂养的人 但是在教会里面 我感觉是一个被人喂养的人 直到青少年我再回到教会的时候 直到我青少年的时候 再返回教会的时候 我就真正开始去帮助人 我就真正的投入去帮助别人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都会成长的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成长的 就是我决定要住在主里面 就是我决定要住在主里面 听起来好像很抽象 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耶稣好像一家屋那样 有他住可以这样的吗 耶稣像一屋屋子那样 住在里面是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是真的 当然不是一个人 我不可以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我不能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下面有一个人在 我不可以捐入他的身体里面 比如说这里有个人 不能转进他里面 住在他里面 但今天的教会 原来作为基督的身体 原来作为基督的身体 你明白吗 你们明白吗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哎呀 对了牧师 那我就住在教会了 对了牧师那 我就住在教会里面 在那里睡 就睡在这里 我们枕头被铺在那里 我们在那做看间在那里睡 把枕头和床都摆在那里 我就坐在手门口 我不要笑 你看诗篇 你看诗篇 大卫怎么说 他说他想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为什么大卫这么说呢 大卫是不是真的想搬到圣殿那里住呢 他是真的喜欢搬到圣殿里住呢 其实大卫所说的是他跟神的关系 你搬到圣殿里住的时候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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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到圣殿里干什么呢 如果我交到一个朋友 他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在家里住干什么呢 那假如我跟朋友没有关系 我住进去干什么呢 如果那个朋友在家里住 我跟他没有关系 我真的要收钱 假如他来我这里住 没有关系 我真的要收他的钱 就是我租房给人住 我可以租个房子 租房给人住 你收不收钱 租房间给人家 你收不收钱 你可以试一下 我家里有三间房子 哪位朋友来住免费哪里住 你可以试一下 打开说我家里有三间房间 你们可以进来住吧 不收钱 永远都不收钱 不收钱 永远都不收钱 你看很多人排队来搬人家住 你看很多人都排队要住进来了 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最重要是关系 最重要的是说到关系 所以今天你不会邀请陌生人来你家住 所以今天你不会邀请陌生人来你家里 首先你要认识他 首先你要认识他 他认识你 然后你要欢迎他搬人来你家里 是不是 是吗 我偶尔去Lucy那里吃东西 我也会去Lucy那里去 他告诉我 我女儿和女婿是住在他那里的 他跟我说 他的女儿和女婿就住在他们那里 是不是 住在你那里 是吗 你不会让其他人去住的 但你不会让其他人住进去的 是吧 那为什么你让你的女儿和女婿一起来呢 那为什么你让你的女儿和女婿一起来呢 她是你的女儿 因为她是你的女儿 是不是 是吗 我相信Kitty也住在爸爸的屋子里 是不是 我相信Kitty也住在爸爸的屋子里 是吧 那屋子是你买的还是爸爸买的 那屋子是你买的还是你爸爸买的 是妈妈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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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每个月给你月结单 爸爸有没有给你的月结单 原来要还债的 他要还债的 他真的要还债的 基本上是关系的 基本上是关系 那我想爸爸想要女儿回报也是对的 我想爸爸想要女儿回报也是对的 我都想我儿子回报我的 我都希望儿子会回报我 现在还在等着呢 大声点他看到了 要大声点让他看得到 但最重要是关系 就是这种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时候 假如没有关系的话 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要干什么 一天就计数 我们算账吧 一天就收钱 因为我们和神是怎样相传 我们今天是怎样跟神相处的呢 所以我们想这个 我们住在哪儿的时候 或者什么叫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或者什么叫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最少有三个题目 我们就想到最少有三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那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就像刚才那样说 你住在主里面 你会做新造的人 你住在主里面 你要做新造的人 如果你不是住在主里面 你做不到新造的人 假如你不是在主里面 你不能做到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 一切都变成新的 一切都变成新的 换句话来说 今天有很多教会 今天有很多教会 不是说我们 一般这样说 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在教会里面 其实他们都不是新造的人 其实他们都不是新造的人 他们是人 但未完全变成新造的人 但还没有完全变成新造的人 所以他们都好像是 在教会里面其中一份子 但仍然带着生命很多问题 但是仍然带着很多生命里面的问题 但知识继续在教会里面生活 所以偶然我们会听到一些 就是那个久不久就写那些草闻 在教会里面 很多权力的斗争 教会有很多事事非非 教会有很多事事非非 说你不对 说他不对 他不对 原来这些一切都是 那个人都没做新造的人 原来一切都是那个人 还不是新造的人 刚才我们的经文不是说过吗 刚才经文不是说过吗 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 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 我们就不会经常跌到怨弱里面 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经常的忍弱 我们就不会继续的犯罪 我们会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会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会按着主叫我们去做的去做 按照我们按照主教我们做来去做 按照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新造的人 因为大家都有生命改变 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教会是很复杂的 教会是很复杂的 教会是很多权力斗争的 教会是很多是非的 教会是很多是非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罪人坐在一起一定会有这些碰撞 有这个道理的 我从小到大长辈们都这样教我的 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呢 但当然不是啦 正常是什么呢 走得 能行能走 吃得睡得 能吃能睡 去旅行又行 去爬山也行 去游泳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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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餐厅也行 去游泳也行 去娃亭也行 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什么都不行 走也不行 坐也不行 站也不行 睡也睡不着 睡也睡不着 整天只有病字 但不应该是正常的 你明白我说什么呢 正常的应该是新造的人 正常的应该是新造的人 Amen 一起跟我说 Amen 如果正常是新造的人的时候 正常是新造的人的话 我们就要住在主里面 才能够做新造的人 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 才可以作为新造的人 就是说如果信耶稣一段长时间 就说假如信耶稣一段长的时间 都不是新造的人 都不是新造的人 那怪不得有这么多的问题 怪不得有这么多的问题 怪不得突然又爆了一些丑闻 又爆了一些丑闻 然后又有些什么 教会分裂 又有一大堆人走了 结果有什么的教会分裂 一大堆人又离开了 原因就是大家都不是新造的人 原来大家都不是新造的人 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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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旧人 原来圣经说我们要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原来圣经说我们要脱去旧人 我们再看清楚 有些经文就是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我们再看清楚 就是脱去旧人 新造人的行为 脱去旧人的行为 然后才穿上新人 你明白吗 原来人是行为的动物 原来人是行为的动物 什么叫伴到人 行为能伴到人 行为包括说话 如果同一个人不对 大家同一个教会 都很困难的 如果情侣分了手 都在同一个教会 都很困难的 甚至有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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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破裂 都在同一个教会 都在同一个教会 都很困难的 都很困难的 在我自己的事奉经验里面 如果发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随便一边就会走 随便 一个就会离开 如果情侣分了手 如果情侣分了手 随便一边就会离开教会 甚至两个都离开教会 甚至两个都离开教会 可能两位都离开教会 你明白吗 如果两个人有冲突 有朋友有冲突 随便一边就离开教会 其中一个就离开教会 甚至两个都一起离开教会 甚至两位都离开教会 大家都用这些救人的行为 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来面对 来面对 如果什么叫新人 那什么叫新人呢 就是用新的心态 就用新的心态 那以后教会会不会有冲突 你说教会有没有冲突 当然有 但都可以很多包容 但是可以很多包容 很多饶恕 耶稣是不是这样说 耶稣说我怎样爱你 耶稣说我怎样爱你 你们应该怎样被自相爱 这是耶稣说的吗 耶稣有没有原谅背叛耶稣的人 耶稣有没有原谅背叛他的人 但问题是人要原谅自己 但是人要原谅自己 有些人就替犹大抱不平 有些人替犹大抱不平 神安排犹大要出卖耶稣 犹大都很不公平 神安排犹大要出卖耶稣 就对犹大很不公平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不是这样解的 对我来说 不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 为什么呢 不是神安排犹大 不是神安排犹大的 是犹大自己决定的 是犹大自己决定的 你觉得耶稣有没有给犹大机会吗 有的 有的 我们遲些又搞这个余节晚餐 再过水点我们就会搞余月节晚餐 余节晚餐里面说得很清楚 余月节晚餐说得很清楚 所有发生的耶稣所门徒说的东西 都是犹大走了之后说的 所有发生的事情 耶稣上都是犹大走了之后 犹大去了哪儿呢 犹大去了哪儿呢 他去安排出卖耶稣 是吗 在余节晚餐的时候 耶稣都说明了 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 在约见了晚餐的时候 耶稣也说明了 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 但当时犹大已经执意是要出卖耶稣了 但是犹大已经执意要出卖耶稣 不是神安排他的 不是神安排他的 是他自己决定的 是他自己决定的 但今天我就不太觉得 需要接受一些预定论的说法 啊 什么都是预定的 啥都是预定的 但是神也有很多位置 是被人去选择的 但是神也有很多位置 是给人选择的 我都在我们人生当中 神是预备了很多东西 是对的 我觉得我在人生当中 神都预备了很多东西 给我们是对的 但是神都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决定的 那神也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决定 是不是 小的有小的决定 中的决定 中有中的决定 大有大的决定 小的决定 就是一会儿我们去哪里吃饭 小的决定 就是待会儿我们去哪里吃饭 中的决定 就是你打什么工 中的决定 我去干什么工作 打什么工 我搬到哪里去住 搬到哪里去住 搬到哪里去住 大的决定 就是我结婚 和谁结婚 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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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决定 就是我跟谁结婚 要娶哪一个 要嫁给哪一个 当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当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很多人都抱怨 很多人都抱怨 我老婆很麻烦 我的老婆很麻烦 我的老婆很讨厌 我的老婆很讨厌 不断投诉我配偶 不断投诉我配偶 但在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是不是你自己选的 是你自己选的吧 不是 神给我的 是神给我的 现在是不是盲婚雅架的 现在是盲婚雅架 是不是父母之命 梅着之言 是父母之命 没错之言 我没得选的 我没得选择呀 喂 你娶哪个当老婆 娶哪个当老婆 娶哪个当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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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是你自己选的 她的脾气 你神祖就知道了 她的脾气 你早就知道了 她性格又怎样 你早就知道了 她性格怎么样 你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不要嫁她了 早知道你不嫁她吗 那些没结婚的 那些还没有结婚的 先看清楚 神祖知道她是这样的人 你早知道她是这样的人 你想清楚才是否嫁她 所以遇到婚姻障碍的时候 你不要赖了 你不要再赖了 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有些人就说 我嫁她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 我娶她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 我娶她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 那当然两个人相处 有很多艺术的 有很多艺术 有很多艺术 那问题在哪呢 最重要是我们自己选择 耶稣给了很多机会 耶稣给我们很多机会 同意吗 耶稣不单止给犹大很多机会 耶稣不光是给犹大很多机会 犹大他去死 他去吊颈 犹大去死了 去上吊了 去自杀 去自杀 他是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是他自己选择的吗 是他自己选择的 不是神要他去死的 不是神要他死的 因为他不原谅他自己 因为他不能原谅自己 你明白吗 有些人他这样说 有些人让说 他就说 其实犹大是没有想过这么大事的 他说犹大其实没有想到 这么糟糕的 就是你知道 这些人经常都说 要捉耶稣 耶稣都自动释脱身的 是吧 很多人曾经要逮捕耶稣 但是耶稣等自己就脱身了 他觉得没什么所谓 他想无所谓 当然 当时犹大有很多想法 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这样说 但是可能有些人这样说 他没有想过 今次耶稣被人捉了 会变成这样的 但没想到 耶稣这次被人家逮捕了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哇 真的这样被鞭打 他那时被鞭打 真的打到血肉模糊 血肉模糊的 然后真的被人盯上十字架 真的被人家钉在十字架 要这样死 所以可能犹大都原谅不到自己 所以犹大不能原谅自己 你明白吗 明白吗 其实他自己选择 你觉得如果他回头的时候 耶稣会不会原谅他 你觉得要是他回头的时候 耶稣会原谅他吗 你同不同意 你们同意吗 彼得一样三次不认耶稣 彼得也有三次不认主 但耶稣有没有挽回彼得 有啊 有啊 因为彼得不 就是选择他 不是选择不原谅自己 彼得愿意选择跟随耶稣 彼得愿意选择跟随耶稣 所以什么叫新造的人呢 就是你自己决定的 就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自己选择的 如果你选择住在主里面 假如你越选择住在主里面 你就是新造的人 如果你选择在教会当中 假如你选择在教会里面 但你没有选择住在主里面 但你没有选择住在主里面 那其实你变不到新造的人 其实你变不成新造的人 旧的习惯还在那 那些愤怒还在那 那些愤怒还在那 那些跟人家关系不和的还在那 那些妒忌还在那 那极度的还在那 那些自我中心还在那 你都没有去处理自己 你都没有处理自己 那不怪得了 那教会里面就自然产生了很多的纷争 那怪物的呢 教会里面就很自然就产生了很多纷争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如果个个都是选择住在主里 假如每个人都选择住在主里 如果教会里面个个都变成新造的人 那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变成新造的人 那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 教会变成一个很复杂是非之地 反而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 反而是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爱 有很多包容 有很多宽恕 有很多宽恕 Amen 同不同意吗 有很多挽回 有很多眼泪 很多眼泪 但有很多拥抱 同不同意吗 所以我们首先要处理的就是 到底什么是住在主里面 你到底住在主里面 怎样住在主里面 第一个问题是问what 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问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 第三个问题是 你怎样带其他人都住在主里面 第三个问题是 怎样带领人住在主里面 你明白吗 好像很抽象 但其实很落地 就是你住在哪个人家 你住在谁的家 住在家里面 就守望相助 就是守望相助 一起分享食物 一起生活 一同生活 同不同意吗 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决定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决定 我们选择 是不是要住在主里面 所以我们住在哪里呢 所以今天我们住在哪儿呢 我们要想了 我有些提议 我有些建议 用这些建议来结束 用这些节语来接触 怎样住在主里面呢 怎样住在主里面呢 答大家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首先就是用敬拜 首先是用敬拜 敬拜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东西 敬拜其实是很重要的事 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怎样去敬拜 基督徒也要学习怎样去敬拜 有些人以为我们唱歌而已 有些人以为我唱歌嘛 没错我们是唱歌 但是不光是唱歌 而是我们透过唱歌 还是我们透过这个歌唱 我们进入了敬拜的状态 所以敬拜是什么呢 那敬拜是什么呢 是一个状态 或者我们说是属灵的状态 或者说我们是属灵的状态 神在捉摸我们的心 昨天我在群组里分享了一首歌 如果在群组里面 你都会看到我分享那首歌 假如你在群组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我分享那首歌 你想知道是什么歌 你自己开群组来看 你要想知道那是什么歌 你可以去群组里面看 我为什么分享这首歌 我在群组里面有这首歌 我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 就是因为这首歌帮到我 其实我在听着 好奇怪 我重复就听 听完又听 听完又再听 当我听第三次的时候 或者第四次的时候 若是第四次的时候 有事情发生 什么事呢 我开始流眼泪 我开始哭 越哭越厉害 我旁边幸好有一盒刺子 然后我猫看着我 然后我的猫猫小猫看着我 瞧着我 你干什么 那我就说 你要不要一起来 你一起来吧 因为我很感动 因为很感动 我觉得我内心被医治 我感觉内心被医治 原来我们重复又重复 在YouTube里面这样听的时候 原来我们重复又重复 在YouTube里面听的时候 我就进入了敬拜 在敬拜里面的时候 我就与神相遇 我们就与神相遇 然后神就来医治我的心 然后神就来医治我的心 你明白吗 明白吗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地方要被医治 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需要被医治 但是很有趣 但很有趣的 当每一句歌词 当每一句歌词 都深入你的心灵里面的时候 都深入你的心灵里面的时候 就带来你很深层的医治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请你 请你 用敬拜 用敬拜 去住在主里面 去住在主里面 你明白吗 当然你是住在你现在的屋子 我不是叫你搬回来教会住 我不需要你搬回来住 你住在你现在的屋子 你住在你自己的屋子里 但你不停地播敬拜 但你不停地播敬拜 需要吗 需要吗 有谁已经这样做的 有哪些人已经这样做的 你在家里面 你不停地播放音乐 在敬拜里面 在敬拜里面 神的同在就在你家里 那你就住在主里面 那你就住在主里面了 当你进入敬拜的状态的时候 当你进入敬拜的状态的时候 有人会问 那我一直在主的同在里面 可不可以一直煮饭 那我一直在主的同在的时候 我能不能一边烧饭 一边的切菜 不要切伤自己就行了 不要把自己卡在手上 我能不能一边洗澡一边敬拜 我一边洗澡一边敬拜 其实我经常是这样的 我洗澡的时候 一定是开着敬拜的歌 一边敬拜的时候 哇 圣灵的那些水流 洗澡到花山 下水下来水的时候 那当然是热水 哇 这真正 哇 这真正好棒 你用敬拜就在神的同在里面 在敬拜的时候 有进入神的里面 我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试过 你尽量去试 你尽量去试 第二样 你用宣告去住在主的里面 用宣告住在主里面 这个不是那么多人 懂得这么做 这不是很多人懂得这样做的 宣告是什么呢 宣告的对象是谁呢 第一个宣告的对象是上帝 第二个宣告的对象是上帝 第二个宣告的对象是灵界的活物 第二个宣告的对象是灵界的活物 就是邪灵那些东西 就是邪灵那些东西 你宣告什么呢 宣告什么呢 当你很软弱的时候 当你很软弱的时候 你要这么宣告 你要说宣告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叶大为 我叶大为 你不要说我的名字 当然当然你翻译当然要 如果你说我三姐 我姐运帕 你把说自己的名字 我宣告 我宣告 我生命刚强有力 我生命刚强有力 其实你不是的 其实那还不是 你很软弱的 你很软弱的 但如果你说主要我很软弱 如果你重复强调我很软弱很软弱 假如你重复 重复自己很软弱很软弱 你真的觉得很软弱的 会很软弱 这些其中都是心理学来的 这个就是心理学 即是如果你说 唉 我很失败 讲你说我很失败的 我很失败的 你试试说十次 你讲十次吧 我很失败的 你想说十次的很失败 说到第十次呢 到第十次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很失败的 你真的觉得很失败 因为你经常在说 我很失败 你经常说很失败 我很失败 明白了 如果你说神不爱我 神不爱我 你说十次 神不爱我 神不爱我 你说十次 你真的觉得神不爱你 你就真的感觉神不爱你了 你明白吗 因为你有一个自我宣告 你是自我宣告 仇敌就跟你说 是的 我都说神不爱你了 仇敌就跟你说 我都说了 神不爱你了 有些自杀的病人 有些自杀的病人 我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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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十次我想死 你说十次我要死 说到第十次 真的想死 到十次的时候 你真的想要死 明白吗 所以你要跟隔离的配偶 说我爱你 你要跟配偶说 我爱你 开头都不是很爱的 哪有些我很爱的 说到第十次就很爱她 到你说到第十次的时候 就很爱她了 是不是 真的试一下 你试一下 新哥回家试一下 一会儿 就是两夫妇有些争吵的时候 夫妇两者争吵的时候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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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次就差不多了 第八次就差不多了 第十次就差不多了 第十次就差不多了 真的很爱她 宣告的力量 宣告的力量 是要改变思想的 是要改变思想的 当你很软弱的时候 当你很软弱的时候 你要宣告 你宣告 主啊 光强我 光强我 不如跟我说一次 主啊 光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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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次 是不是觉得真的 光强了 是感觉到光强起来了 宣告的力量 宣告的力量 是让你住在住里面 是让主住在你里面 同意吗 同意的举手 同意的请举手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说完就完了 我们今天不唱回应诗歌了 我们今天不唱回应诗歌了 第三样 第三样 用神的话 住在主里 住在主里 什么意思呢 是将神的话读出来 有些人喜欢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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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是吧 你可以试的 真的 你买一本笔记本 买一本笔记本 然后你呢 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你先讲新药 你先说新药吧 daqui 我听说 我妈妈 她以前不信主 我在家里最小 大家都知道 我对我妈妈的印象很薄弱 但我父母告诉我 她晚年信主之后 她抄圣经 我师母的妈妈都是这样的 都是抄圣经的 长者抄圣经 有空吗 有时间吗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或者我们大声读圣经 用神的话主在主里面 你要花时间 每日花时间去读圣经 大声读出来 大声读出来 你不需要读很多 每日大声读一张 你大声读可能重复读两次三次 你重复地读出来一次两次 大声读圣经读一张 重复读两次三次 你的人都感觉不一样了 我说这些是你要自己决定去试的 我说这些是要你自己去尝试的 如果你不试都是没用的 你不试的话也没用的 最后用祈祷 用祷告去住在主里面 我们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法 最近我们在YouTube里面都有很多灵兽 我最近在YouTube里有很多灵兽 很简单来说 有很多人所说 为什么我们要祈祷 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的动作 是会影响灵界里面的运行 当我们根据圣经顺服在物质世界的动作 动作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做的事 就是要做的事 包括我们祈祷 有很多人举一个例子 摩西不是举手的 下面以色列人跟亚马利人打仗 摩西何时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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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就得胜 他何时举手 亚马利人就得胜 亚马利人就得胜 那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摩西将仗打到红海里 摩西就把弹兽杖 就摆在那个空海的水里 水就分开 当然这些是比较超自然的事 这些是比较超自然的 但是同样我们今天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要用祷告 去进入主的里面 去进入主的里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就会改变 包括有些朋友 家里的人 他们还没有机会信主 你一直祷告 你不断地祷告 怎样祷告呢 你不是说主啊求你帮助他 你不说主啊求你帮助他 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而是放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拦住我家里人 要命令拦住我的家里人 背后的权势 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 你明白吗 那你用权柄呢 来祷告呢 事情就会改变 我们今天不播这首歌了 今天我们不播放这首歌了 我们只是用一个祷告来结束 我们用这个祷告来结束 求主来复兴 来恢复 当我们生命被复兴 当我们生命被复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 是新的人 新造的人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 住在主里面 什么叫做在主里面 做新的人 什么叫做 住在主里面 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领受祝福好吗 我们一起站起来坐 领受祝福好吗 好了 听完到回来 我很想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 和反省的机会 特别是透过这三条问题 如果大家可以有小组的话 最好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 就是说 到底第一条问题 就是什么是住在主里面 第二就是说 怎样可以住在主里面 我就给大家有四个答案 就是用敬拜来住在主里面 用宣告 用读经和用祷告 当你每天都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能够住在主里面 还有你怎样可以带领其他人 都住在主里面 好了 亲爱的朋友 请姐妹 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 有多些反省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信用上 有帮助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讲道 和影片能够帮助到这个时候 请你可以like 你comment 你share 和你subscribe 让更多人能够透过我们的影片 得到帮助 好了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不好 今天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分享 属灵教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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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